哦 是奥特曼来了 那你们的武器带来了吗 没有 什么 居然没有 暗黑军团 你们的武器呢 诶 奇怪 五王僵尸 你怎么老是要我们的武器干什么呀 哎呀 这还用问吗 五王僵尸想要我们就给他呗 要不然又要攻击我们了 对对对对 哇哦 居然有这么多武器 那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个呢 就是萝卜奥特曼的变身器 中间呢 是可以放入萝卜水晶 再来看一下这个 噔噔 这个呢 就是泽塔的双滑蟹 这个呢 就是特雷加的武器 火花 哇 这也太酷了吧 后面呢 是可以插入泽塔秘药 来来看一下这把武器 天呐 这也太大了吧 还是一把蓝色的武器 中间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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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个J字雕条 它呢 就是泽塔的光芒 再来看一下这款白色呢 哇 这个好帅呀 中间还有红色的花纹 这个呢 就是泽塔的双滑蟹 不过有小伙伴们知道这部武器叫什么呢 嗯 回到评论去告诉我 哇 小伙伴们快看 又是一把武器 它呢 就是萝卜头标 中间这里是可以放置萝卜水晶的哦 哇 不错哟 这个呢 就是杰德奥特曼的武器 王者之剑 天呐 小伙伴们快看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贝利亚的头 哇 它呢 就是贝利亚的黄昏之剑 这也太帅了吧 我觉得它战斗力已经很高 这个呢 就是贝利亚的终极格斗仪 看起来超酷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武器 哇 这个呢 就是欧布奥特曼的武器 长毛 天呐 据说它还有黑暗的一面呢 这个呢 就是欧布奥特曼的圆环 这里呢 好个欧布奥特曼哦 还剩下最后一个了 哇 也是一个圆环 不过这个是哪个奥特曼的呀 有小伙伴们认识它是谁的吗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嗯 当当 这些呢 都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武器啦 耶 那小朋友们 下期我们还会有更多好玩的玩具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